最佳听众互动奖得奖的是 First Story 等等 还有一位是First Story和Discord共同得奖 First Story最新推出的Discord整合功能 视为听众管理新标杆 将拥有会员资格的听众自动加入Discord群组 这不仅减少创作者的负担 也为听众带来丰富的互动体验 获得全台Podcaster一致肯定 体验这个惊人的功能 立刻点击叙述栏连结 让你与听众互动更上层楼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 你好 我是张绿小红 今天主题是正宫交战守则 那前阵子有个吵得沸沸扬扬的新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 就是已婚成性富商和曾姓女子的绯闻风暴 然后正宫出来指控曾姓女子是第三者 还把相关证据全部都上传到云端空间 内容可以说是非常的露骨 好像有一点点好看 但是我今天就是要讨论大家的家务事吗 不是的 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富有教育和知识性的节目 今天其实想要透过律师来解析这个事件 如果我们是正宫 我们应该怎么防卫和进攻呢 顺便也想请问律师 关于通奸除罪话通过之后的影响是什么 让我们欢迎就是 马上就忘记了 例情国际法律事务所的刘少平律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干嘛弄到我们很像一个卖药的电台 没有 因为我早上开庭全部都用台语在发音 现在还转不过 有这样子的事情 就要接地气啊 有可能啊 然后再来介绍就是呢 应该不至于会去找什么东西的工程师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你要说我是工程师 我是工程师 对 没错 首先想要请问刘律师 你知道这个事件吗 我最喜欢爬山的 通常一个事件出来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先去看说 这个所谓的当事人 他的一些主张这样子 所以你有看 细看 我们主要是把照片放大 关心他无氧登上这个所谓的这个K2的时候 是不是有化妆跟夹睫毛 超无聊的 跟我们一般人有什么两样 那你觉得目前胜算谁比较大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这个两个这样相告 这个是家庭里面很不好的事情 但是相告的话 到进到法院的时候 其实所有事情都会摊在阳光下 那从现在目前看到的证据 因为我们法律员都讲究证据 所以我们喜欢看八卦 那我们看到他提的东西 他原本在法院开庭的时候 他跟法官要求 要求这个案子要不公开审理 可以这样吗 可以这样要求吗 可是我们法院本来就是三公 公平公正公开 为什么他可以不公开 所以其实我如果违含这样要求 是不行的 但是必须是要法官允许 所以说法官呢 听了他的一些理由之后 他也允许说不公开 想不到 他自己把笔录公开 把笔录公开 他可能就是很急 还是他想要自己公开第一首 这个也很难讲 因为我看到笔录的内容是一部分 到底真正笔录里面 他讲了哪些全部的东西 看不到 但是看到他公开那部分 我正常人我一定是公开对我有利的东西 对 所以说他公开的那部分 我们就看到说 有隔着那个 毛巾摸鸡鸡 谢谢你帮我把我不好起始 我本来今天来的时候 一直在想说 这块我们该怎么去做陈述 公层师你知道隔着毛巾摸鸡鸡这件事吗 我没有 我没有去追这个谁 但是我想请教一下 所以我要求不公开 然后法官同意了 但是我自己去公开这件事本身会不会 第一个会面临到就是不尊重法官 你好不容易说服法官说不要公开 你自己去公开那你把法官当什么 你已经不尊重法官了 你觉得法官会尊重你吗 所以你意思是说全程我们都不应该得罪法官 本来就是我们 像我们从这个行业入行之后 我们都不应该得罪法官 甚至法官法里面都还有规定 律师不能批评法官 法官就在我们心中就是正义无私的神 但是就是变成说今天一个案子呢 不管他的是非对错如何 他就是由法官按照他的心证去判 每一个人心证产生的过程 就会有不同的那种心路历程 所以我一定是要想办法要迎合法官 所以刚刚你提到说 这个案子胜率如何 几开心有得罪法官 我刚刚这个案子后面可能 难办 要再更努力一点 那你觉得隔着毛巾摸鸡鸡这件事情 有人会相信吗 因为他还有说 昨天没有防护记得买药吃 这个讯息的意思是 丁顶女方昨天喝了酒 记得要去买味药 你觉得有人会相信吗 我跟你讲这样 你有酒我就有故事 你有故事你讲我就会相信 只是看你故事讲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他讲的这一对话 这个讲的人他是男生 不是这个负伤 负伤他自己作证说 有啦 我就是隔着毛巾摸那个 然后他就说 他没有发生性行为 那法官问他说 说没有做防护 隔天记得吃药 那什么意思 那是负伤他自己讲的 他讲说要吃吃味药 他有混酒 怎么样 所以说在一个案子里面 要去判断说 到底有没有所谓 侵害配偶权的事实 需要去做举证 而他老公 这个原配的 政公的老公 出来作证 就是要做这个举证 那他举证的内容 就只有到摩基基根 吃味药 所以说你要用这样子的内容 直接证明说 他们有所谓 更亲密的接触 可能在证明度上面 证据的这个表达上面 不够 可是这样证功就没辙吗 因为你找一个已婚的人 然后去温泉旅馆 去盖着毛巾摸那边 你这个也是侵害配偶权 可是这是大或小的问题 还有到底有没有做 对当事人来说 也许很重要 可是对外人来说 都可以觉得 那样子就很过分了吧 因为这个登山女神 她现在已经陷入在一个 文字的一个迷思当中 就是说她这个 她很在意网友在攻击她 有没有做 那她今天健烈兴起 她拿到了一个笔录上面说 你看那个男的 都自己都说没做 她就很开心的 把她po出来了 但事实上面 就是你要去判断 有没有所谓侵害配偶权 不是有做跟没做 这么简单的二分法 而是这个证功 她对于她老公之间的 这个配偶的情感 这些权利上面 有没有因为你其他的介入 而受到了侵害 现在很多人就会讲说 那律师怎么样 怎么样才算做到侵害 例如说 我今天有跟一个男同事很好 这男同事 我也会跟他传传讯息 那他如果有婚姻的话 那我这样传讯息 如果被他老婆看到 会不会 生气 就中了 他就来告我了 我就变第二个真格 而且他不是只传讯息 他隔着毛巾摸鸡鸡这件事情 绝对有问题 有侵害配偶权吧 一定有啦 所以说你问我说胜败这一块 应该重点会是在于 判多少 而不是是权赢 或者是输多少问题 应该是判多少问题 因为我们普通人 实在是没有进过法庭 如果有人讲出这么 工程师 你觉得有人讲出这么离谱的话 法庭里的其他人会相信吗 我觉得 因为他们大概都是采无罪推定嘛 所以他也都相信你说的话 但是比方说 至少你承认有摸鸡鸡啊 对不对 但一般人来看一定是觉得这不可能啊 很扯 可是也许有的人会觉得 你都讲到这一步了 也许你真的没有做 不然你干嘛跟我讲这个 你就说我们都没有互相碰到就好啦 你是这个意思吗 我的意思是 就是像律师说的 就是他提出来的证据就到那里嘛 除非他可以提出医院 有去医院说 那个 我没有 我只想要听你相信 有一个人被隔着毛巾摸鸡机 而没有做下一步的动作 怎么可能呢 我觉得这叫移退为进 比如说 女明星进出一些什么泌尿科 然后他就说 没有啦 我是割置疮 大家就想说算了啦 他连割置疮都说得出来 他应该不是别的病 他只是讲一个也是不堪的事情 让大家相信了 你懂我意思吗 我觉得隔着毛巾摸鸡机可能是这个意思吧 但我只是猜的啦 因为其实也有很多种讲法 就是说 从他们 因为判断一个案件会看整体的东西 所以说那时候 那个整个人那边也在讲 跟那个负伤弄那么久 然后也没拿到几万块 所以说他可能对价 他也只有得到隔着毛巾摸鸡机的 这个对价的一个服务而已 所以说这也有可能 所以说 从种种的很多的一个外观上面来看 就是说 有没有做 有没有发生性行为这件事情 其实已经不是法院那么在意了 法院在意的是 他们发生的这些事情的种种 对于家庭关系的破坏的程度到哪里 还是会回归家庭这个主因 那我本身是个太太 我们听众也非常多都是已婚的妇女 想问刘律师 今天如果真的不信 我感觉到老公可能外遇了 但是我手中没有确切的证据 我们要怎么进行下一步 那我们如果偷录老公的声音 或者是偷看他的手机 这些证据是可以用的吗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一般的 我们一般的辛苦的妈妈太太们 本来就没有充足的法律的知识 所以说 你很难去判断 我今天也没办法开一堂课说 教各位听众们说 去判断什么东西能用 什么东西不能用 所以一个很简单的原则 你不要去管他能不能用 你全部都收集起来 可是如果是偷看他手机得到的呢 拿给律师 律师来判断他能不能用就好了 可是我偷看可以吗 非法取得的证据是可以的吗 没有所谓偷不偷看 通常都是不经意看到 不小心看到八百张 一直截一直截一直截 不小心看到第一张 那我只会想要看到后面还没有几张 所以说在证据的取舍里面 确实如果说在刑事提告上面 会有证据排除的法则 非法取得的这个证据是不能去使用的 但是什么样的一个途径是非法取得 这个难题交给律师来做判断 所以你有什么证据呢 就全部都交给律师 律师这边会告诉你 什么能用 什么不能用 当然越多越好 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那如果就只有讯息呢 对啊 如果我只是说我很想你 又想见你了 或是我只是手牵手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还要看综合的客观的事实的判断 例如说 他就是在每次 每次就是在午夜梦回的时候 老婆都已经去睡觉了 然后他在那边讲 我好想你 什么之类 然后频率又是非常的密接的时候 这样就有可能会因为讯息 导致有所谓的妨碍家庭的问题 但是如果说 奇怪他讲说 我好想你 然后大概可能是一年 或是三节吧 一年三次这样 那个频率上面可能就是 就是对啊 那个每到 那个中秋被失青 对啊 所以说你如果这样子 要有妨碍家庭 可能又难了 通常另外一个就是会有 也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 有些人就是 会用什么 老公老婆自居的 不行 这个回想 可是在游戏上 不是很多人会 互生老公老婆 是没错啦 是没错 但如果你在游戏上 当然是一件事情 但如果你在 平常的 Line的讯息里面的话 你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那是不是你 都有去做一些 原本是配偶之间 老公老婆会做的 这些事情 老公老婆会做的事 就是冷战啊 很多啦 很多 可能会有霸凌啊 或者是 也很多事情 是情侣才会做的 老公老婆做的 都没什么 特别好的事情 对啊 所以说 在传讯息上面 不要认为说 好像 只有简单的几个讯息 例如说传个爱心啊 或者是 最多的是这样 最常会遇到 大家会最困扰 传私密处 哦 这也对 废话 谁会 正常人会传私密处 给别人看吗 但是是别人的私密处啊 他如果说 没有啦 我只看到我同事 我就怪怪的 所以我就传给你看 可是我同事 传一个私密处给我 然后我就传给你 然后旁边写早安 所以这样是OK的 就是看 那个具体的状况 如果是夜深人应传 就不行 但是如果是传一个 别人的吊照 然后说早安 对这个 这个很难讲 早上中午晚上好 这样吗 就没关系 尊重每个人打照呼的方式 哦 所以要把前后都弄得 都结下来 所以你会可能觉得说 听完这一题之后 就觉得说 啊就律师已经公响 每一个东西你都说要小心 好像每个东西又有出路 可以去解释 其实 但是在进法庭的时候就是这样 就是说法官审理一个案件 他没有一个绝对的量化的基准 他会综合所有的事情来看 所以说如果说今天你觉得老公有问题 那其实正常来讲 我觉得女人的第六感还蛮准的 对我也觉得 就像妈妈觉得小孩有没有发烧 一摸就会摸出来一样 老公如果真的你觉得有问题的时候 那差不多问题应该快出来了 那我问你哦 男法官和女法官 男法官会不会袒护 那个 不会法官一定都是公正的 法官一定都是公正的嘛 可是有些事情你不可否认 女生会觉得很严重 男生觉得无所谓 你不要再逼我 你不要再逼他批评神了好不好 可是不是吗 不是吗 有些事情女生觉得很严重 我们街坊是这种感觉 应该这样讲 在这个社会制度的一个历程里面 很多事情是通通不能讲 但每个人都在做 因为不能讲我也不知道 他到底有没有我不知道 律师真的说什么 最后听完以后 好像发现你没有听到什么 但是你要用心去感受 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经历过的人通通都懂 真的 哦 好了 反正总之呢 我们现在就告诉你说 如果传讯息 你真的还是会被看透是频率 对 大概内容前后互动 对 然后你也不要觉得说 你什么讯息有所 然后就没有问题 因为遇到很多案子都是这样 晚上老婆就拿老公的脸去扫 一样 它有一个 就是 因为像 像Apple这种手机 它有绑Apple ID的问题 那Apple ID你有可能绑到 其他的device上面 所以说有可能就是你可能在iPad 或在你的其他电脑上面会跳出来 人家传给你的讯息等等 这都会常常发生 然后造成一些家庭的纠纷 所以工程 身为工程师 你的东西都不会从别的地方跳出来 被别人看到吗 我说你会特别做讯息防护吗 因为我觉得心里有鬼的人通常都会做一些讯息的防护 我不会啊 我不会 这件事情是可以做到的吗 可以啊 心里有鬼的人通常会去 可以啊 你就不要用 我这样讲是不是在教坏别人 就是你不要用同一个Apple ID就好了 或者是 你不要用同一只手机啊 谁会跟老公用同一只手机 所以有做法 不是啊 我的意思说比方说 那个你家里面可能有手机啊 电脑啊 什么对 对不对 然后都绑 或者是什么 现在Apple出很多装置嘛 那你都绑同一个ID啊 不要绑同一个ID 没有 他就是 他的意思是说 全部都绑同一个ID 但是那个ID我不用 不在手机上用 但是偶尔还是要让他跳出一些五四三 让太太相信说 一些早安读 对 但是其实不是 为什么会叫这个不太对哦 那民国109年的时候呢 大法官宣布通奸除罪话 想请问律师 通奸除罪话具体来说是什么意思 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没有罪的话 那权益受损的一方应该怎么办呢 通奸除罪话是这样 原本就是 如果去破坏别人家庭 那你可能就会有所谓的刑事责任 是 可能跟别人的老婆通奸 睡别人的老婆 你要抓去管 那通奸除罪话呢 有一种 刑事责任啊 对 所以说后来有一种讲法 就变成说 你只要有钱 你就可以去睡别人的老婆 为什么 因为他要赔 反正我就愿意赔 我赔钱就可以了 但是不用坐牢 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对的观念哦 因为在通奸除罪话之前 所谓的那个民事的配偶权的损害赔偿 他判的金额都是相对很低的 哦 不会有多少钱这样 那通奸除罪话之后呢 那个民事的那个赔偿的金额就高了 不是刚刚讲你有钱 虽然讲那个钱是不少的哦 哦 所以通奸除罪话以后 通奸被抓到反而要赔更多 对 那他赔的那个金额呢 现在的行情 现在的行情 哇 大概是40万 左右是average 你不要太严重 就一般的小出轨啊 然后或者是一般的这种 次数不多的 通奸的这种行为的话 大概的行情是40 但是呢 走势还是一直在往上走 实务的判的金额 一直在往上调这样 那为什么 那到底他判的基准是什么呢 应该不是睡几次 或者是怎么样的事吧 次数会有 然后严重的状况会有 然后双方有没有可规则的状况 也会判断 可规则状况是什么意思 例如说 一三五都睡 老婆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导致于家庭破裂 然后老公在外面找小三 那这个有可能就是 老公会拿出来当做一个 答辩的理由 就是双方有可规则的事由 所以如果说老公去找小三 陪老婆发现 他就会说 老婆都不好好洗碗 这样合理吗 我们法官不是宿主 你可以讲没有问题 但法官不是宿主 所以说 就变成说 我们必须继续举证说 到底这个婚姻破裂的 可规则的 这一方是谁 所以如果以曾小姐 这个案子来说的话 他的原配可以去跟 曾小姐要求赔偿 对 然后那个钱的基准是 谁决定 法官决定 那那个游戏规则是这样 这个原配呢 他会 他会有一个 所谓的请求的 诉讼标定的请求的价额 我记得他是请求几百万 然后两百还是多少 然后他好像是告两百 但是这个案子 如果以这样子看的状况来看的话 可能四五十吧 可能四五十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请求的金额尽量高 但最后还不是 就是那 差不多就会是 在那个标准上 对对对 但是请求金额 又会去牵涉到 你要缴多少裁判费 不然我每个人 都请求几千万就好了 因为你请求标的月高 然后会按照百分比的比例 法院会征收裁判费 所以求高对自己便没有好处 求高最后得到的是低 但是你却要付很多的裁判费 所以我们要求准 我们要求准 大概拿捏在一个空间里面 要给对方压力 然后也可以拿到比较相当高的一个赔偿 那另外就是请求的话 他请求两百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两百就已经超过 可以上述第三省的门槛 所以说他基本上 他用两百这个数字 他就是要把战性延长 我们都不知道这件事 谁会知道 他想把战性延长的原因是什么呢 看起来就是 今天老梁妹给你拼个输赢 事不罢休 我可以感受到气氛是这样 那如果今天已经决定要离婚了 可我可以通过 太太原配已经 正宫已经决定要离婚了 可以透过这件事情 把先生的财产全部都卷走吗 不是卷走 那是他应得的 我是说多的 他得到的 他应得到更多的 他所谓的那个婚姻财产 他有一个分配方式 那个婚后财产的二分之一 那如果呢 因为老公偷吃 我们叫做离姻的损害赔偿 离婚原因所造成的损害赔偿 那在这个案子里面呢 他就可以去跟老公那边主张 所谓的离姻的损害赔偿 离姻损害赔偿的 抓的数额也其实跟 刚刚提到了 这个通姦的这个 损害赔偿数额不会差太多 那可是这样子变成 就算通姦处罪化以后 大家还是可以 原谅自己的原配 然后弄死外面的那一个 可以 但是原配要先征得 这个正宫的原谅 但是真的就变成说 现在通姦处罪化之后呢 反而这种民事的这个纠纷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大家真的是要 在冒险泛滥之余 真的要三思啊 这个为了一个 一时的思虑不周 然后赔上一整个家庭 这个是我们看到很多案子 这个实在是很不值得 因为通姦处罪化 当初我印象中 只是因为很多人会 原谅自己的老公 然后去整死外面的那一个人 然后就感觉说这个法条通过以后 比较不会有这种情形 但听起来还是差不多 还是 应该这样讲 一个委屈如果没办法去找到管道 去伸张的话 那那个闷在这个委屈里面 那一定会造成一些社会问题 所以现在看起来 那个管道就是走民事的损害赔偿 而且民事的损害赔偿会有一个状况 他会判决他是公开的 所以这个损害赔偿 他那个判决会公开在司法院的网站上面 可是正常人不会去看吧 没讲 所以说你也可以看到 配合着这个通姦处罪化 然后配合这样子的一个 法院的判决的一个进行 也很多人在判决过后 他也会去改名字 所以看到周遭朋友有人最近改名字 突然改名字 有可能是因为他的名字被公布 那为什么不应该公布相片 那个不是 那个强制性交 不能公布相片 这不是 好了 那最后律师有什么 中顾要告诉想偷吃的人吗 我以为说中顾要告诉 正宫的人 那都可以 你想要告诉谁 你就告诉谁 你要告诉正宫什么 那个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如果心里面感觉怪怪的 那真的就是怪怪的 相信自己的知觉 然后对另外一半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 应该这样有什么问题 不知道什么搜集什么证据 直接全部都搜集来给律师看 然后 你是不是鼓励太太偷看先生的手机 不是偷看 要去确认自己的感觉 是不是如何真实 哦 我不是偷看 我只是确认自己的感觉 而且是 你给我有这么不好的感觉 为什么我不能去确认一下 而且确认完没有事情的时候 大家又可以回到正常生活 这何乐不为 公布 你喜欢这个说法吗 我喜欢 我喜欢 我奉劝全天下的老公 通通把密码交给老婆 不要给老婆不好的感觉 不然老婆会想去确认自己的心情 对 那你有没有中顾要给想偷吃的人呢 想偷吃的人 应该这样讲 这个 很多的代价不是只有金钱而已 你的名声 然后外面的八卦 那个八卦是不是 不是什么东西可以控制的 然后甚至如果你可能 以后还会有一些规划的话 可能整个世界都会改观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管好 那个毛巾下的东西 你只想笑 你只想对着麦克风笑两下吗 但是我跟律师其实昨天晚上有吃饭 律师讲话 他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的中肯 你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对不对 他说 不要钱的最贵 在讨论说 现在很多在line上 可以乱约的 他说不行 不要钱的最贵 这真的 这个应该这样讲 就是 你可能会有一些遐想 可能会有一些需求 可能会有一些空虚 但是 一定要记得 那种天下不会有 免费白吃的午餐 会有 会有 不要钱的这个 后面一定会有其他的对价 肯定要三思 但是也不是鼓励大家去花钱 我只是想要跟大家揭露说 没有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不要天上掉下来的东西 好像这个人跟你示好 你就觉得 哇 很棒 天下掉下来 绝对不会是礼物 没错 大家要记得 想偷吃的 毛巾下的东西 管好他 然后不要接受 这种很可怕的 体力充沛 那个精力充沛的时候 可以去跑步 对 律师现在就很喜欢跑步 对不对 去跑马拉松 跑步就自己跑就好 不要约 什么东西都自己去就好 不要约 好不好 这是重点 自己去哦 那最后呢 我们节目还有一个单元 叫做 笔友清容单 我们要一起解决网友的问题 他说男友喜爱饮酒 并且从事酒吧工作 平时是个老实人 工作时候也很专业 没有酗酒漏习 唯一为我诟病的点 就是工作之余 一开放喝起来 他就会喝到吐 然后隔日恕醉 他知道我不爱他喝到吐 所以跟我出去饮酒 都会有所节制 但近日有天 刚好中午一起用餐 临走前亲了我一下 结果发现从他鼻腔悠悠的 飘出一股吐味 推想是他前日喝到吐 但强装健郎的来跟我用餐 请问我该戳破他的病 小以大意 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让这件事过去呢 它是必安卡 律师你觉得对于这种事情 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我看到这个例子 让我有点害怕 我想说 是你老婆写的吗 可是你不是老实人啊 所以应该不会吧 我以为对号入座是老实人这一块 平常是个老实人 没有 因为其实 这个也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问题 他已经整理干净了 然后 其实我看到这个例子 我在想第一件 我第一个反应是 他是为了他好 我不想让女朋友生气 不是我在想说 我的鼻腔会不会有那种奇怪的味道 一定会有 如果真的有喝到吐 一定会有哦 这个我就不知道 因为你闻不到你自己鼻腔里的味道啊 所以说 这个 这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 不要再让自己吐啊 那 如果说他鼻腔有味道 我就应该是当下要让他知道说 我知道你很努力 然后 不要想要让我知道 所有这个吐的这件事情 但是 这个努力在 在 你亲我这个时候 这其实会变成一个可笑啊 所以你是这样 我还以为律师会很喜欢搜证 要是我就会 当下就是 不讲 然后多抓几次 当下 应该是这样 我会想要送他一个洗鼻器之类的 就是从 对 他应该有洗鼻器 然后可以啄进去又出来 把你的鼻腔洗干净 重点 因为我觉得这个鼻友 他的重点好像不是在他男朋友吐不吐 而是 他有没有呕吐味的感觉 没有没有 因为他很讨厌他吐 应该是说他很讨厌他一喝就会喝到吐 因为女生都不喜欢这种事啊 或者就是要训练他的酒量吧 是这个重点吧 工程师你觉得是这个重点吗 我觉得女方的重点应该是 他不喜欢男方做这个事情 可是男方还是做这个事情 而且会隐瞒他 对 那我觉得 我觉得他一喝就会喝到吐 这个有点 有点问题耶 就是 他酒量不够 要嘛他酒量急差无比 可是他又说他在酒吧工作应该不至于啊 就是我的意思说 有些人喝起来就喝到 就要喝成这样 那其实 我觉得 有点危险耶 就是有些人要嘛不喝 一喝就会喝到疯啊 但是我想请问 两位男性 你们喜欢被戳破的感觉吗 你处心激烈的想瞒着老婆一件事 那件事也不是罪大恶极 也没有防御道德的界限 但是你就是不想让老婆知道 男生一定有这些事吧 老公一定有吧 律师你没有吗 他不是什么措施 你只不想让老婆知道 我一直在思考 当律师的这一段 这个职业的期间 我要嘛就是戳破别人 要嘛就是被人家戳破 那我被人家戳破的时候 我下次要做得更好 我不要再被戳破了 所以有时候人就很奇怪 你第一个直接反应是 我下次怎样不要被戳破 而不是去想 我不要再做这件事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人性的问题 因为你就是会想要隐瞒 所以说除非你真的能够把所有的事情摊开来 好好跟他讲 你有多么厌恶他在继续喝酒 要喝到吐这件事情 可是重点根本就不是喝到吐 你只要一喝 你就有机会吐 你一喝 你可能就控制不了这个风险 所以这个正本情缘就是 不要再让他男朋友有机会去接触到酒精才对 因为相信人的自己的控制能力 那是最不可信的 可是不可能啊 我觉得律师你刚刚说的意思就是 今天你一旦被戳破 你下次就会想办法 再也不要被戳破 我要做得更好 但是不是拒绝喝酒 而是我要 你要不让他闻到你的鼻孔的味道 对 对我也是这样想 所以其实我主张 那就控制自己不要喝醉 不要喝到吐啊 那不是问题的重点 重点 就是改变自己的行为 我的意思是这样 对没错 所以我想要告诉必安卡 就是要说我也 我就会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让这件事情过去 但是我会记在心中 然后我以后每次见面 我都会去闻他的鼻腔 如果必安卡他自己也喝的话 可能他味觉也会变得比较不敏伦 应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困难 所以你是要教必安卡的男朋友说 如果你女朋友又很喜欢闻你鼻孔的毛病的话 你就是要劝他跟你一起喝 对 对 我们今天最圆满的解决方法就是 是要告诉必安卡的男朋友说 你跟女朋友 你邀请女朋友跟你一起喝 就不会有这件事情了 两个人一起醉 因为有这个习惯的人 根本就不会 这么快的 可以说解就解吧 那没办法 那一定都骗人了 对 没错 那而我的主张 刚刚是律师的主张 我的主张是不要讲 你之后就还可以做人就是要做到的方向 你一定要等到最大的 有一天他酒后乱世了 你再狠狠的把他逮到 你不觉得这样比较棒吗 我觉得男生好像比较单纯 对 没错 男生比较单纯 绿色剑影师 可是他男朋友不会听 他男朋友不会在听这个 必安卡 还是你是要告诉必安卡 如果你想要解决自己这种不开心的情绪的话 你跟你男朋友见面前 你自己也喝一点 自己喝一点 然后他的味道就变成你的味道 对 大家都可以过得很开心 人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这样过去了 不然还能怎么办呢 又不是什么大 真的说真的 他也没有伤天害理 或是他也没有犯法 对不对 糟糕我这样会不会害你少一个听众 不会啦 没有关系 没关系 没插各大平台都能收听到 你好我是詹明小红 不管我们固定收听 都请咱关注和订阅我的podcast 请大家永远留言发问 我们的鼻友成功 除了我以外 还会有特别来宾 一起为你解答人生的大小问题 还有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记得给 记得留五星评论哦 谢谢 今天谢谢刘律师 谢谢 谢谢各位 也谢谢工程师 谢谢大家 我们下礼拜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